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車友來介紹的這款車 相當相當的特別 這個是大概是90年代末期 Nissan 為了切入休旅車市場 所以這台休旅上的休旅車 Quinster 它很特別 它在當時設計的時候 是為了跟福特旗下的 Mercury的這個車廠 來做了一個軟身車款 所以這台車的底盤架構 前面來說也是沿用了 Nissan本來的一個系統 那後方的話呢 兩場有一個合作 所以後方的懸吊設計 反倒是還蠻特別的 一般來說像這樣的休旅車 以現在的設計 它後方會做一個彈簧式的設計 但這款車它後方的話 是做一個黃板式 類似一個商務車的一個結構設計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煙霧效果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冷媒好臭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前面的懸吊系統 是這一邊還是那一邊 好 那前面的話 一樣是一個賣花層的設計 所以它前面的賣花層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這顆引擎不輕 這顆引擎是V6 6缸的3300cc的引擎 所以它的前面的彈簧 我們配置了7公斤 那它的上座 車主對這台車真的是 也改裝了琳瑯滿目 很多好料的都裝上車了 它的上座 就是在前檔的下方 但是還蠻單純的啦 因為現在的車系 都比較坐艙往前移 所以一般來說 現在的休旅車 都需要拆這個試蓋 但是當時的話 它的車場設計 還不需要再拆試蓋 所以它上座的話 三顆螺絲就直接在上面 那中間一樣 KD的話 一樣有附上座 那有一個旋鈕 這台車 我猜應該台灣應該沒有人 做這款車的一個避震器啦 那KD的話 因為我們做了好多好多 幾千 一千多種的車子 所以 就都有零件 可以來給這台車來使用 前面的話是配置 200長7公斤 燈籠狀的彈簧 這台車一樣是休旅車 所以我們配置這樣的彈簧 讓它的作動會更舒適一點 那車主也改了 多貨賽的六貨賽卡鉗 後方的話 等一下再來介紹 它前面一樣是有一個油管固定架 那這個彈簧比較特別啦 因為這條彈簧 我們沒有用直捲式的彈簧 做一個大全鏡的彈簧 讓它的這個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拉得比較開 相對乘坐起來的感覺就會比較舒適 但今天的車高沒有要降很低 因為後面黃板的 也不太適合降太低 所以前面的話 有比原來的車高 略低一點點 好 這個是前面的介紹 那在用料的部分的話 KT所使用的阻尼油 是使用意大利進口IP的油品 那在油風的部分 這個車基本上它還是日系車 日本的NOK油風 就是KT所使用的一個油風產品 後面的話比較值得介紹 因為後方的話 大家看一下 我們應該沒有介紹 之前的話 好像沒有介紹過類似這樣的車款 它後方的話是黃板的 就好像是我們公司裡面的貨車 或者是有一些商務車 它是類似一樣用這樣的結構設計 葉片式彈簧 那它的避震器是斜製的 它的阻尼我們一樣做可調式的機構 做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它的筒身 行程是大概做12公分左右 大概做12公分 好 那這個是原廠 原本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避震器的話 其實是用其他車款 來做一個滾裝 所以並不是做專用的規格 這個應該是 是 Yaris 小鴨Yaris 那要做擴孔 然後它的車軸板的寬度 也不太合適 可是我們都是做專用的規格 那它本來也有一個 這個不曉得是沿用原廠上座 應該是沿用的 但KD的話就有附一個專用的上座 那本來的話 因為 車友找不到這台車的避震器 所以是用其他車款 再來做修改的方式 可是這個應該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它的阻尼已經 已經烈化的蠻嚴重 所以現在做動畫已經不太正常 但我們有針對車主的需求 車主有開這台車 可是速度也不慢 所以我們針對阻尼還有攤簧 來專門為駕駛需求不同 來做不同的設定 像阻尼的話 我們就有比一般的車款 還要來做的強一點點 這個阻尼真的都烈化 都壞掉了 其實這個可以維修 維修的同時可以再用裡面的阻片 來增加裡面的阻尼 但今天車主就直接換成一整組 都是KT的產品 以上是今天 這台 這台應該嚴格上來說 應該算是Quist的二代 那三代的話 其實國外也有駐新的新款 但台灣的話 有少數的外匯車 這一個世代的話 應該是Nissan Quist裡面 在美歸來台灣賣的最好的一個車款 所以這台車大概的介紹到這裡 如果車友們一樣 有需要試乘 有任何問題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